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徐云吧,我先说这个徐云吧,这个徐云骑行有一个黑料啊,说这个这个不好了,那个不好了 嗯,我始终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因为是不是我这个年龄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比较年轻 啊,我也需要找这个励志的人,这个励志的人说起来,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道德爸爸 这个,这个,我需要不需要这个徐云做我的道德爹呢 现在我看起来不太需要,如果我要说这个徐云是我的道德的爹,你们都觉得会笑喷,是吧 这不太需要,但是你说一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 他是不是要,这个真不好说,因为我,我,我也这个,呃,呃,这个也年轻过嘛,是吧 因此就对他这个是不是个虚伪的这个事,就产生了兴趣,是吧 呃,首先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我对徐云的道德怎么样,他虚伪不虚伪 哦,一点一点都不,一死一毫都不感兴趣 啊,也就是说我这种状况,好像像徐云这样子,啊 甚至这个,以所有人肉身的这个样子,我都不是很感兴趣 他的道德到底如何如何,我也不想在他身上获取资源 哇,就是你道德好,哎呀,我跟你学学怎么是个道德好 啊,怎么是个城市好,啊,怎么是个村城好 哎,不是,不,不,不感兴趣 啊,你比如说这个,比这个,徐云成就再更高的,更大的 比如说马云和刘强东 甚至按照这个世俗权利来说,这个 拜登和川普,那么他们的道德我感不感兴趣 我就感兴趣了,我不是要和他学习学习什么 是我天天要得鼓吹他缺德呀 因为用这个东西,我才能可以得一些好处吗 你说徐云身上一个农村的小伙子,啊,苦嘛哈哈的 就是假如大家都说的是对的啊,是说,说瞎话啊 说,说什么的,这个骗钱的,假如说都是真的 我觉得也无所谓,是吧,如果我,其实就是我 我也这样嘛,就是那个歌里唱的嘛 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上帝啊,原谅我吧 啊,生活就是如此,我不欺骗,我怎么活呀 啊,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个弱势的,要靠这个东西扩张他的这个利己的东西 也许是笨了,因为你越这样扩张,你利己的东西就变得,变窄了 笨蛋了,啊,见识少嘛,你没办法,是吧 啊,当然有可能碰到团队操作了,要操弄他 啊,这个就很复杂啊,啊,总而言之吧 从这个道德癖好上来讲,我对徐云这个人物 丝毫兴趣也没有 啊 大家这个方面的东西就越来越多,我也不提不得不 这个蹭蹭热度来凑做热闹,是吧 啊,我就是说的意思就是大家觉得发现了他道德卑劣啊 是个小人,是吧,恰恰他成过,成为过,以前成为过 你的信仰跌,或者呢,你现在缺乏这样的信仰跌啊 而已,所以说大家就不要对这样感兴趣 他的显著的特点,他是底层,是我的同类 我对他的道德就无兴趣 反而对马云和刘强东 就是你,你就如果不是这样一个首相呢 你恰恰是缺马,缺徐云这样的道德跌 你骂他其实也缺他,是吧 那你要碰到的这个谁呢 你要碰到的这个马云和刘强东 你恰恰你会把他抛弃掉 你又会称呼马云和刘强东是底 称呼拜登和川普是底 一个是代表财富的,一个是代表权利的嘛 恰恰你就越弄越麻烦,是吧 我觉得人生都要被毁掉 从此,如果我是女孩,我不会跟你谈恋爱的 这样,你出现大问题了,大麻烦了 那么,徐云这样的道德我是不关注 那么马云和刘强东的道德我关注 恰恰是你们所预料的那种关注的相反的东西 不是我崇拜他的道德 恰恰我是天天有的没的的 在他身上给他 我必须承认啊 这是叫做一种价值判断 这个价值判断不是事实判断 不是马云和刘强东真的干了没干这个缺德的事 我非得要说他缺德 不是拜登和川普他是不是真的干了缺德的事 我非得要说他这个就干了缺德的事 就为了我的利益要扩张 当然有一天脑道 说给马云刘强东提包了 我还是不是坚持这个 我实话也跟大家说 我可能就不坚持这个 我就变成了歌颂他们 歌颂他们当然是假歌颂了 不是我真心 我真心歌颂对我也是不利的 我假歌颂 说我内心里有我的信仰致富 甚至这个信仰致富和肉身致富还分开 这个恭维他 这个时候要看马云和刘强东的状态了 如果他又是另外一种高手的话 你这样子对他 他可能觉得无聊 他会把你踢走 如果他是另外一种高手的话 他就不需要这个 因为智者需要批驳嘛 你天天妈赞美我歌颂我 你不给我挖壳嘛 是吧 你又不是这个 我们不是宗教关系 我们是个利益关系 利益关系需要互博的 需要理性的 需要这个博弈的 你天天你不说我的这个问题 不够博弈 就是我们没毛病还要找到毛病了 所谓的要分成左派右派 要反对派 所谓的这个要竞选 就是都是这个含义 没毛病还要给鸡打里面跳骨头了 你这个好 你这个这个 把这个缺陷还给我 给我埋上 是吧 你给我挖坑 你害我 理性的成熟的人 都是这样想问题 是吧 他需要的不是歌颂 他需要的是博弈 他需要的是逻辑不自家 他需要的是一种爱智求真 那我才受益啊 阿尔法元和阿尔法狗的关系 是吧 我是需要这个所谓的人性批判也好 人性赞美也好 那是另一个区域 比如说在教堂里 在谈了爱里 在家庭那里 反正是在那种状态 我们现在进入菜市场了 进入企业了 就搞科研了 经商了 我们要进入另外一套系统了 是吧 是一种 逻辑不自家了 我经常打这种比喻嘛 是吧 我说我们 我说我是一个老板 是吧 我请了一个手机工程师 哎呦 他就赞美 我说你这个手机 天下第一号手机 就没有缺陷 太完美了 是吧 那我立即就把这个家伙开除 我这么高的工资请你来 你要给我找出问题来啊 我们要更新换代啊 这个手机 我们要和苹果竞争啊 是吧 他到底哪有问题啊 你要和指数来啊 是吧 然后你在那里 虚头八脑的 指数来一堆的 说 是吧 你要抓住问题的重点在哪里 是吧 你要抓住别人的情感 你要抓 你不但要抓住别人的情感 就使用提案嘛 乔布斯就是简洁 你还有 真的有科学在这里面 是吧 有科技在这里面 啊 你这个 各种各样的功能 还在这里面 是吧 所以说这个 将来这个产品 研发的人 非常厉害的 他不但 改性很厉害 他理性也非常的厉害 所以说这个 徐云 这个根本就不是我的 视线范围内 是吧 他没有在我的 这个视线范围内的 一个角色 啊 你们热议 那么你就把他 当成信仰的爹了 不管是批评他 还是表扬他 所以说你们要放过他 是吧 感谢观看